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特殊朋友大家好 我是廖一辉 欢迎收看时间作手 就同跟各位分享的一样 不管坐牢也好 坐骑子也好 其实都可以很简单 但是一定要有领先 而且可以实战的心机技术 就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 当他们拥有心机灵的观念的同时 不用再像过去一样死报或报 也不像过去一样有满手踏锅股票的遗憾 只要跟着心机灵的观念 用最踏实的方式 一步步做下来 很自然的就会创出比标跟标的获利 但是 很多朋友股票亦做得很辛苦 到底原因出在哪里 在操作股票过程当中 常会遇到很多致命的关键 包括股票套牢不会去停损 常常这样子的股票会越套越深 股票总会包上包下 资金的运用没有效率 而持股过于分散的结果 到最后会非常难管理 更重要的 会多不会空 行情人只能做一半 所以每次当行情下跌的时候 只能注定套牢或是赔钱 进出没有证据 甚至买卖点才会慢了半拍 因此呢 就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 操作股票最好的方式就是赚它 最好赚的一段 为什么所有操作一定要坚持赚它 最好赚的一段 因为当我们可以赚它最好赚的一段 当然也绝对不会像过去一样 做到最后才会有大赚别小赚或小赚别条 遗憾 甚至呢 这样的操作方式会让我获利变得更大 而且会变得更快 因为所有操作只会专注在获利最快这一段 也不会像过去一样 做到最后存股常会变成存股 甚至呢 手上破断股票做到最后常常会套牢 就会浪费很多时间也很可惜 而当拥有做手系统的同时 我就是要想尽办法让各位资金做最有效益运用 而不是消极地躺在这个地方 变成一滩十水 而这个系统呢 百分之百是我自己原创的 包括城市的部分 也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 完全不需要委托外面工程师 这市场当中其他软体绝对做不到的 而在进场之前呢 可以立即确显示进场 停水、停力、上加位一次的各位 我今天做最好赚的 因为资金效率才高 就是因为操作有把握 所以每一笔大概进出一定都是百分之金 多空能双向 互利自然就加倍 就同你说眼见平衡的事实 也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分享金牛是一样的 跟着新旧观念去做 手上一次只需要私有 一档股票就够了 而且每一笔大概进出一定都是百分之金 一定是百分之金买一档 一定要百分之金 卖掉一档之后 超前换下一档不是吗 就是要用最踏实的方式 一步步做下了 从9月15号到今天 一个月的时间 一百万透过金流力量 已经帮自己刷出一百七十二万的利润了 二年一千万了 透过金流力量也帮自己刷出一千七百二十万的利润 但是再回过头想一次 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如果还在过去死报活报方式做股票 甚至呢 还在用不能实在软体帮自己擦股票 到底帮自己刷出多少的报酬 因此呢 就在节目当中 非常提醒各位的 我说过去条路 如果一路走来 都走得很辛苦 也走不通的时候 此此刻 就该歪条路 换个方法走的时候了 就同每天我来节目当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十月十一号这一天 这样股票一百万 赚了八点二万 系统告诉我们基金 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 发一口袋 接着换股仗来报酬 十一号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转买 中市这一项票 赚他最好赚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 接连不断的发生 十一号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千万要赚钱 发一口袋 再把资金转买 中市这一项票 赚他最好赚一段 K线 瞅瞅是要赶快买了 再一次的 坐在轿上面这边 短短三千两头 你的一百万 不是要帮自己刷出 二十点五万的力多吗 好事 不是这么再一次的发生吗 所以呢 这一项票 当然也是一样道理 一样 坚持赚他 最好赚一段 单单股票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十三号这一天 这一项票一百万 赚了二十点五万 系统告诉我们今天 赚完最好赚一段 所以红棒创新高 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也不要是不慢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单单股票 赚完最好赚一段 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 你不知道要卖 你舍不卖 到最后 常会像过去一样 一样的 抱上抱下 要浪费了很多时间 但是 当拥有新金流观念 赚钱的速度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十三号这一天 这项票一百万 赚了二十点五万 系统告诉我们今天 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 发一口袋 接着换股仗报酬 问题是 十三号这一天 我们该把赚金 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 很简单 全部交给做手系统 我们只把时光回缩 回到十三号这一天 很简单 按一键旋骨多 一样赚金旋骨 三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赚金转买华讯这项票 赚它最好赚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 到底没有接连 不断的发生 是三号 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切发赚钱 发一口袋 再把赚金转买华讯这两票 赚它最好赚一段 最好赚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十八号 这一天 这样股票一百万 赚了二十九点一万 系统告诉我们 赚完最好赚一段 所以 红棒 创新高 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 也不要舍不得卖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但让股票 赚完最好赚一段 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 你不知道要卖 你舍不卖 到最后 常会像过去一样 一样的 抱上抱下 现在 要浪费了很多时间 但是 当拥有 新金流观念 赚钱速度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们可以一起砍下去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十八号这一天 这样股票一百万 赚了二十九点一万 系统告诉我们 基因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 发一口袋 接着 换股仗报酬 问题是 是九号这一天 我们该把资金 再换到 什么样的环境上 还是一样 交给做手系统 我们只是把时光回溯 回到十八号这一天 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懂 很简单按一键旋骨度 一样 自己旋骨 三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 转买地球这辆票 赚它最好赚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 接连不断的发生 是八号 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千万千万钱 发一口袋 再把资金 转买地球这辆票 赚它最好赚一段 如果 K线 丑丑是要赶快买了 再一次的 坐在这上面的边台 短短三天两头 你的一百万 不是也帮自己刷出 十九点三万利多吗 好事 不是这么再一次的发生吗 所以呢 这辆票 当然也是一样的道理 一样坚持赚它 最好赚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二十号这一天 这辆股票一百万 赚了十九点三万 系统告诉我们 赚完最好赚一段 所以 红棒 创新高 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 也不要舍不卖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但一辆股票 赚完最好赚一段 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 你不知道要卖 你舍不得卖 爆最后 常会像过去一样 一样的 爆上爆下 又浪费了两天的时间 但是 当你有心经有观念 赚钱速度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们可以一起砍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二十号这一天 这样股票一百万 赚了十九点三万 系统告诉我们基因 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 摆一口蛋 接着换股仗报酬 问题是 二十号这一天 我们该把资金 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 还是一样 交给做手系统 我们只把时光回溯 回到二十号这一天 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懂 很简单的按 一件旋转股多 一样资金旋转股 三秒钟的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 转买三晃这张票 赚它最好赚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 二十号 也就在这一天 给你分点 几个二十七号 再把资金 转买三晃这张票 赚它最好赚一段 K线 愁愁是要赶快买了 再一次的 坐在架上面 这边 短短一天 两天 你的一百万 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十万的利落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吗 也就是在节目当中 該跟各位分享的五個金流而有 事實上從10月6號到今天 十個交易的時間 你100萬透過新金流觀念 已經幫自己創出87萬利潤了 而你1000萬了 已經幫自己創出870萬利潤了 但是到今天 還是用過去死報活報方式做股票嗎 還是用過去不能私藏軟體 幫自己炒股票嗎 當然 我們在市場當中 很多投資朋友為什麼股票會做得辛苦 我們在市場當中要的到底什麼 我們要把它想清楚來 在這個市場當中 你要的絕對不是頭頭是道分析 而是一個會賺錢買賣點 很多投資朋友或許很喜歡聽很多的分析 而且覺得分析得很好很有道理 股票也很有前景 可是真的在操作過程裡面 你會發現幾個事實 第一個事實 再好的股票 沒有明確買點 沒有很肯定的買點 只是一個大概的買點 這樣操作是不會賺錢的 因為太模擬兩可了 有很多的可視 有很多的淡數 有很多的條件 這樣的操作你會不敢做 因為從頭到尾就是在猜 甚至呢 再好的股票 沒有一個會賺錢賣點 也是沒有用的 一檔股票 它會告訴你會漲個一倍兩倍 可是一路爆下去的結果 可能到最後就是大賺變小賺 小賺變淘一漢 一次持續不斷發生 所以操作跟解盤是完全兩碼之勢 甚至分析了再好的股票 然後再有前景股票 你買進之後就開始套牢 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到最後可能越套越深 最後的結果只能用股票前景來安慰各位 可是這樣的操作到歸結到最後 這是我們要的嗎 當然不是嘛 因為我們在市場中要的也不過是兩個字而已 就是賺錢 所以我們要把最複雜的東西變成最簡單 事實上在股票操作上面 勝負的關鍵也就在一個買點跟賣點而已 而跟著做手系統去做很簡單 我給各位的不用長篇大論分析 我直接給各位會賺錢買賣點 而跟著做手系統去做 為了讓總資金效益達到最大化 所以一定是百販的資金集中操作單張票 而且一定要嚴格的風險控管 而這個風險控管絕對不能太大 一個在3.5%上下 更重要的 一定要會賺錢買賣點 而且這個會賺錢買賣點一定是要領先 而且非常明確的 不能模擬兩個還有帶有一大堆的條件 不敢做 所以就同樣節目當中常會跟各位分享 分析的再多再好不如做好 當下每個應該做的動作 自然就會賺錢了 所以跟著做手系統去做 我就是給各位會賺錢買賣點就這麼簡單 就同這張票 這個買點是不是你要的 當然這個買點就是你要的 因為這就是會賺錢買點 而這個就是這個階段最好賺的買點 當你有做手系統的同時 這張票在這一天 我們看到同一個事實 周線多 日線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定是這個階段整理結束之後 最好賺買點 而且是唯一的買點 所以在這麼簡單清楚明確的情況下 當然我說會這個做法 百分之一買界讓好事很讚發生 所以需要分析很多嗎 需要講的頭頭是道 需要講一大堆道理跟理由嗎 不需要 我們就是要操作就是要眼見為平衡事實 而這個眼見為平衡事實 一定要簡單而且非常肯定 而跟著做手系統去做買最好賺買點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不需要等到前面整理的過程 也不要等到大漲一段之後再幫別人去做追價 而追價的方向就會變得非常高了 操作可以變得簡單而且明確 而且每次的進出一定是百般的資金買進 那好事很讚的發生 買點只有一個 所以當然要把所有資金投入 要不然就會像過去很多投資朋友做股票會有一個遺憾 明明一當股票做對了買對了 可是回國才看只該買個一成兩成的資金 那事實上買不多也賺不多 那意義就不會太大 那為什麼買不多賺不多 因為從頭到尾就是不肯定在猜的情況之下 才會有這個情況 而跟著做手系統可以做到完全的簡單 而且非常的肯定 而我在節目當中 從來不會跟各位特別強量股票 因為每量股票都可以變成我們賺錢的工具 重點是有沒有擁有做手系統 有沒有擁有賺錢的辦法 就用這樣股票 方法是不是也一樣的 方法完全一樣的 而這個買點就是會賺錢的買點 這就是你要的買點 需要分析很多嗎 不需要 因為這張股票在這一天 當你有做手系統的同時 我們所有會員都一定看到一個 簡單清楚肯定的事實 什麼樣的事實 周線多 日線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就這個階段整理結束之後 最好賺買點 而且是唯一的買點 相同的簡單清楚明確 所以還是一樣 百般自己買接 那好事很自然發生 需要分析一大堆嗎 當然不需要對不對 我們就是要一個眼見無憑的事實 而我所有客戶 所有會員跟我看到買點 一定是同一天 每當股票都是一樣的 不會早一天 不會晚一天 因為我的系統 是完全沒有任何參數可以改的 而且呢 跟著做我系統買最好賺買點 就是一樣 不需要等到前面整理的過程 很辛苦對不對 這不是我們要的 不要等 也不要等到大漲一段之後 再做追價 風險很高 那相同的 所以我常在節目當中 常常跟各位分享 股票都是我們賺錢的工具而已 我們只要把 對的事情再做一次 好事自然就會發生一次 而且每一天 都會有賺錢的機會 而不是一直死守在一張股票上面 一直聽那一張股票分析 然後一直 很有前景 可是到最後呢 你會發現 手上的股票 一直在套牢 資金一直在虧損 當然這個就是 不是我們要的操作 我們要操作就是 要讓每一張股票來幫忙賺錢 方法都是一樣的 不用分析太多 所以當年有做手系統的同時 這張股票在昨天 也是在前一個交易日 我們所有會員都看到同一個事實 周線多 日線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樣是這個階段 整理結束之後 最好賺的買點 而且是唯一的買點 一樣簡單清楚明確 所以我所有會員還是一樣 百分之一買 好事很讚發生 我有跟各位分享 我有跟各位分析很多條件嗎 沒有嗎 對不對 我需要一大堆 可是但是那是嗎 不需要嗎 看到訊號 就直接買進 好事自然就發生 一樣 不要擋在前面爭的過程 也不要擋在大漲一段之後 再做追降 所以呢 就在節目當中 才會跟各位分享的 我因為只相信 只有客戶獲略口碑 才會最好行銷 其他都是多餘的 但是想要跟著新金融觀念 插出比標跟標獲利不難 你現在牽絕的只是一個 親身體會 領先實戰 新技術的機會而已 我們修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現場 您需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您需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啟發口故幫您啟動制勝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自己推薦 022-2389-8029 您需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您需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啟發口故幫您啟動制勝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自己推薦 022-2389-8029 022-2389-802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是股市民師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各位特殊報道歡迎回到現場 舊頭跟各位分享一樣 當沒有做手系統去做棋子的同時 總之一口蛋百分百當充 完完全全沒有流長壓力 我們可以讓好事每天都會發生 就同這個地方的結果 一定是一口蛋賺賠價總的結果 就同您所看到的 台子10一個月過去了 振這麼多 負這麼多 正負加總之後 一口蛋可以振1660點 11月呢 三天過去了 正這麼多 負這麼多 正負加總之後 一口蛋可以振428點 當然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好事一樣再次發生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一筆對一筆 一口蛋沖呢 可以振91點 但是 很多的朋友指數為什麼做得辛苦 因為做指數的過程當中 常會遇到很多字面的關鍵 而這些字面的關鍵 包括已遇到攀整盤 會被多空雙殺 市價追單有嚴重滑掉問題 進場前不知道停損停在哪 超市上面常會慢的半拍 加上所使用的軟體 買賣點訊號會消失 還有很多的參數 模組週期 不確定不肯定的情況下 都要讓會員自己猜的情況下 當然做起來就很辛苦了 而跟著做手系統去做 在進場當下 系統就可以立即不確顯示 進場停損停令 上交一次的各位 週期固定十分線做當中 全數定價百分之百 不會有任何滑價問題 每一天每一筆 我都跟各位對價對時 賺的賠的我會全部跟各位分享 沒有參數可以設 這個模組簡單明確 全部不用會員機猜 就同你所看到的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一筆做一筆 一口當沖可以證91點 相同的我們來看一下今天 這一筆加訊號 今天第一筆加訊號在8.55分的時候 是一個延續盤同步做空訊號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系統 一起來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這個是昨天的最後根K線 本來在灰色線下 今天第一根K線也在灰色線下 昨天空 今天也是空 空放延續盤沒有問題 但是我說過 8.55分一定要開上下顏色 顏色一樣就是做空 所以收盤收定我們直接設收盤 這樣 1 6 3 4 6去做空 一起來看會不會成交 下一根K線最高來到 1 6 3 5 3定價 100%全部穿成交 相同的也絕對不要忘了這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 系統中班規劃的支撐區 一口袋正91點記得把它發一口袋 而今天第二個機會在這個地方 去試盤同步做多訊號 那為什麼不做 很簡單 因為我們在進場之前 會先到進場停損停的位置 如果先來到停滿足點的同時 當然不會去做它 必須要等它下個機會 所以也就是同我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的 我永遠相信一件事情 當我們擁有領先實戰 新技術的同時 好事自然每天都會發生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好適合 好適合 繼續架約 少數目 通常 擁有 全部 第二 每次 融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